嫁的时候必须带狗 其实透过你们这个事儿 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觉得有两点 一点就是在感情当中 要学会相互理解 你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记忆 这个狗狗是你前男友送的吗 他应该就吃醋吧 那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吃醋吗 是狗狗的话 我还是不会吃醋 但是如果是什么东西的话 我给你讲一个情景 这个狗狗是他和他前女友 一起养的 然后会自称他是爸爸 他是妈妈 你就是后妈 这个狗养在家里面 你介意吗 我有一点会介意吧 所以这就叫将心比心 我不是说这个事儿 有多么严重 但是我是觉得 你要通过这个点 学会在一段感情当中 怎么样去理解对方 去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这个事情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 你想做公主 但是你不能把 他对你的好 或者说一段感情当中 他的付出 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 因为就算再相爱 这个感情也是需要经营的 需要两个人 共同去经营 更何况 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更爱他多一些 但你又想做公主 那做公主 我送给你一句话就是 当你想做太阳的时候 想让所有的人 都围着你转的时候 你要先学会 太阳是如何照亮 和温暖别人的 好 谢谢 祝你们幸福 狗今天来了吗 没有 他为什么不来 因为 在朋友那儿 没接回来 因为这事里 压根没狗什么事 你非得拿这个狗 作为一个借口 这就僵在这儿了 你们俩的事呢 一个是没什么心眼 一个是心眼太小 就僵在这儿了 咱先说没心眼 咱们没心眼用好的话说 就是比较简单 没有那么多事 有什么都告诉你 比如狗的来历 本身就其实没有必要告诉你 而在没告诉你之前 相处的也不错 怎么告诉你真相之后 就变了呢 这就是反映出你的小心眼 而这个没心眼的姑娘呢 那一定是有一些缺点的 比如说考虑的不周到 比如说丢三落四 自理能力差 所以你只看中了 她的好的那一面 但坏那一面就不能包容了 同样呢 小心眼也不是完全不好 就是因为她每一条 都把你生活安排得 妥妥当当的 就因为没送你 则行李丢了 因为你在这方面 是依靠她的 你说什么是什么 背过去就嫁给你 人就背了 吃辣的就嫁给你 人就吃了 一颗心就在你这 所以呢 这是小心眼的好 那不好就随之而来了嘛 这狗一旦知道 她的来历之后 无限地就放大了 她的存在的意义 它不是一条狗了 它是一件事了 它是一个人了 因为它觉得 是不是在你心里 还有男朋友的影子 就较劲了 狗和我只能选一个 这是狗的事吗 不是 是你自己心里的事 不要在狗身上 无限大地放大 你自己的不自信 显示出来 就太不难忍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 问题得你们俩去解决 但是千万别怪 咱们狗身上 行不行 好 对 对 对